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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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神秘的远古文明一度被世人津津乐道 然而中国的巴蜀大地从来就不缺少神秘的色彩 1986年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 带出了重重谜团 现在呢 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回忆一下三星堆遗址带给我们的那些未解之谜 1986年 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祭坑相继被发现 这是三星堆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重大的发现 两个坑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 由以八十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 从体量巨大的青铜大利人物到熠熠生辉的黄金权杖 从济山图玉编章到纵木面具青铜神术 两个坑的出土文物几乎囊括了三千年前古属国最为珍贵的器物 然而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却带出重重谜团 三星堆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 面具 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并且 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 出土的三星堆人更是长相奇特 高鼻深木 阔嘴大耳 耳朵上还有穿红 更令人惊讶的是 最初的发掘现场 一切都似乎在三千年前被砸烂烧毁过 那么 三星堆文明究竟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它是四川本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呢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 三星堆留给我们的重重谜团 何时才能解开呢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所带出的重重谜团 到底能否解开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 陈显丹老师 我们请陈老师带领我们波云破雾现场解谜 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欢迎您 你好 欢迎你 陈老师我们说了三星堆有许多未解之谜 咱们先说第一个未解之谜吧 就是三星堆的文明源自何方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 三星堆出土的不管是青铜人像还是青铜面具 应该说它不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它有自己的特点 甚至有人说它是天外来客 您怎么认为 在你出土的这个青铜造型 无论是动物它 人 头像 面具它确实是非同一般 和任何地区的 考古出土的青铜雕像都不一样 那么它这种源于哪呢 它还是要源于本土的文化 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我们看了 咱们出土的不能是青铜人像 做大面具人像 咱们走遍全世界 找不到一个 跟它相似的 你就不可能看它源于何方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咱们三星堆的出土的这些造型 它主要是它的一种宗教的信仰 对自然神器的这个崇拜 然后自己创造了一系列的崇拜的偶像 一个是全身人像的 一个是全身人像的 从大到小 它有这么一套 它有纹的 有舞的 就是有穿戎装的 有穿这个对景服的 有戴冠的 有不戴冠的 那么从头像来讲呢 有各种形式的 有的戴法级 有的戴花冠 有的边法 有的还毒便 还有的呢 脸上还戴黄金面罩 对吧 它是一系列的 再从面具来看 面具它也是一系列的 有最大的纵门面具 也有很大的这个青铜面具 还有甚至很小的 我们最新在八号坑发现了 这么小一丢丢的 现在的话 一丢丢的小面具 对 中原它有九顶七顶 五顶三顶 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从古书王国来说 它可能就是与人物 以它的边具 这种神像来大小排列 作为它的一个祖活的 这么一个宗教的信仰 那么它这种文化呢 也是源于它本土的 本土同时呢 我们看见它的 出土的青铜器里边呢 还有许多跟外来文化 有些交流的 有些关系 那么说明它是文化交流之间 互相有些影响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特色 还是古书人自己创作 三星堆文明这个时期 中原大地应该是在商代的晚期 是吧 三星堆的一子呢 你从整个来看呢 它是从新时代 一致延续到春秋的早期 那么只说青铜这一段来 它相当于就是中原三代的中期到晚期 中期到晚期 这么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三千三百多年 一直到三千年左右 成都平原呢 它是一个实力人类居住的地方 那么当时在四到五千年的这个之间呢 在成都平原实际上同时并存着 有这么两支文化 一个就是三一堆文化 一个就是宝敦文化 那么宝敦文化呢 它的早期年代呢 是在距今四千五百年 到距今三千七百年左右 也就是到了下山之际的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宝敦和三一堆呢 我们在学术上呢 把它视为同一类的文化 就是作为古书文化的第一期 再到下来呢 就是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呢 咱们在成都出现了金沙这文化 像金沙呢 它也是一个重点 是与三一堆宝敦 它是一满相成的这个古书文化的延续 和发展 也说不定哪一天 可能还演成双成季 也就是说三一堆古城或者金沙 可能同时并存的 那么只是说 谁在那个时期 居于这个统治地位 当老大 陈老师还有这种期待 大家可能也有这种期待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第二个未解之谜 就是三星堆的青铜之谜 青铜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谜呢 你看阴墟也有青铜器呀 就没有人说阴墟青铜之谜 为什么这个三星堆 要说青铜之谜 这个该如何解读呢 因为我们在没有看见 三星堆一道青铜器谜出来之前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青铜器 也就是说以中原 黄河流域为主的 但这青铜器呢 大部分都是以中原的这种形式的 礼器 尊 磊 符 须 这个鬼之类的 那么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那么三星堆的这个 出土的这个青铜器谈 它一出来之后 给人就是一种感觉 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而且造型是奇奇怪怪的 我们也无法想象 它是怎么 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的 根据什么来做的 咱们都不可适应 所以这些器物出现以后 包括那些怪兽 什么长耳朵的 人腿鸟爪的 人手鸟身的 等等这些系列的造型 它就不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 见到的那一类 就是不是我们以前 所见到的那些青铜 对 从造型到它的用途 它都不一样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所以人们就感到了 奇怪 就要打问号了 哪来的 自然有些可能就想到 是不是跟古代的埃及 古代的希腊 甚至跟外星人有关 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 因为大家没见过 可以提出很多的想象 但是它最终 还是我们地球岛文明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当中的一支启发 您说的这是一个谜 大家奇怪的 主要是因为造型引起 对 是吧 青铜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就有 对 这个造型太奇怪了 还有一个就是 它有这么多的青铜器 它得有这个铜啊 它得有铜矿啊 它得有冶炼啊 这恐怕也是一个谜 是个谜 很多人过去研究 都认为是云南东川铜矿 踩过来 然后长途运去 对啊 那四川这个地方呢 我们从史书文献段都记载 四川有很多地方的产铜 而且就是在三一堆遗址的西部 西边 有一个叫彭州的 以前叫彭县 在那个地方曾经就有铜矿 我们叫做龙门山 那个地方不仅产铜 而且产鱼 产龙系鱼 产蛇温矿 现在也可能在后来 这个矿 因为它的出差量不是很大 血完了 也就消失了 但是呢 我相信呢 这个矿呢 就在这地方 因为它本身以前就有 只不过是现在我们没找到而已 而且这个矿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它那个地方 水源也很充足 我们的这个遗址的 鸭子河就从那流下来的 它在闽江流域 在这里呢 它铲矿 它也可以就在铁链 它铸造完以后啊 它可以顺和而下 运输下来 很方便 因为从铜矿到鸭子河这个 就是几十公里 它顺和很方便 那个时候 合理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其实这三星堆啊 很多年前我就去过 当时我看那个博物馆里 就把这1986年 发现的这两个坑 称为祭祀坑 我特别想问问 为什么把它命名为祭祀坑啊 1986年 三星堆遗址 一二号祭祀坑 相继被发现 这是三星堆考古 半个多世纪以来 最为重大的发现 然而 在考古界 被出土文物震惊的同时 关于三星堆 一二号坑的性质问题 却引起了学界的争议 有的研究者认为 三星堆一二号坑 是祭祀坑 因为最初的发掘现场 一切都似乎在三千年前 被砸烂烧毁过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认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 和现代考古材料 中国古代祭祀 从未见过 将大量金 铜 玉 石 骨器 一起焚烧 或一起掩埋的现象 另外 三星堆一二号坑 埋藏物品数量巨大 也有一个大量的 最初的大量金 财物品数量巨大 对我来说 有些大量金 明天三星堆一二号坑 是小笔 一二号坑 大量金 而这大概金字 一位金钱 在这里 和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 我们首先看它的坑 包括我们现在发现的那种坑 它是一个方向对着熟人的圣地 闽山 此处记在熟人是从闽山出的走着的 第二 这个坑它是按照形式来挖的 不是随便的 它都是长方形坑 长方形竖形这么一个坑 第三 坑里边的器物它是有蓄埋的 我们从一号坑来讲 它是从坑的一端往另一端倒的 这个可以看出来吗 可以看出来 它一个稀泊这样总结下去的 然后玉器在一个地方堆积 象牙的九尺部分在一个地方堆积 然后青铜层线或小的运势一个地方堆积 然后我们从二号坑来讲 它是先把这个小型的器物或打碎的一些 比如说神树的树枝 这个凝件 装饰品 挂饰 先扔下去 玉器先扔下去 然后再扔大件的铜器 比如说尊 磊 磊 面具 青铜头像 然后最后扔的就是大象的门尺 大象门尺咱们看上面那些层 一共有七十多枚象牙的门尺 那么说明这个坑就用了 那就要三十多头的大象的 所以它是有序的 然后另一方面呢 这些东西呢 都经过了一定的程序 什么程序呢 它举系了个离室 在离室期间 它为了告之于天 告之于地 它进行了杀身 放血 然后是火烧 就是疗祭 那个头像的那个颈部 它一是被扎了 二是被那个大火烧了 烧变形的 这么一个程序 完了之后 它把这些东西打碎以后 才从祭祀场地 再把这些东西放入坑内 比如说这株神树吧 在坑里边完全是 支里破碎的 就是根本完全就看不出 这是一棵树 它的树杆 树枝 花朵 鸟 还有这个果实 都很残的 那么当时在这个树呢 它破了什么程度 270多款这个残剑 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 才把它给修复到 现在这个样 而且现在这个样 还不是它的全样 为什么呢 它的龙的身体 我们还没找到 树顶端的鸟 还有那个果实 我们没找到 还有树上 它怎么挂的 哪些挂在什么地方 咱们也不知道 这是树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这个金杖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形状 当时在坑里边的时候 它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已经我们做了一个整形 我们看到它这么一个 直直的一个全形 现在能看出点立体感 对 在坑里的时候是 完全是压扁了 有一部分有点像麻花一样的 这种扭动 同时我们再看看这个 大的面具 大的面具 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比较完好的 实际上也经过修复的 它当时是倒壳在坑中的 我们可以看出 它扔进坑里的时候 它下坑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下坑 打在这个下坑上 把下坑一块给打掉了 打得翻过来 在下坑这个部位 后来也经过修复的 那么这个大立人像的话 那就是一分为二了 这个位置 腰一下这个位置 打成两段 而且分别在坑的 两个不同的位置 然后这个桌子呢 是扎编了的 而且很破损 也是经过我们后来 这个拼队 把它这个修复 所以它是有序的 然后另一方面呢 这些东西呢 都经过了一定的程序 程序完了之后 它把这些东西打碎以后 才从祭祀场地 再把这些东西放入坑内 也就是说它是讲了程序的 一步一步的 从宗庙里边请出来 请出来之后 做它的这个法事 法事做完以后 然后再把它埋在坑里边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祭祀 它是有这种仪式的 不是对简单的那种狭隘的 就是我非要在这个坑里边 去烧它 我才叫做祭祀坑 刚才您说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1986年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 我们都称它为 一醒惊天下 就在两个祭祀坑的附近 或者严格地说 在两个祭祀坑的中间部位 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 您对这六个祭祀坑 都寄予了什么希望呢 这六个坑的发现 确实也是让人振奋的 包括我自己 干了这么多年考古 仍然这么振奋 对 刚才这个前面 能够出现 这四个三十多年以后 又新的出现 确实也让我很振奋的 那么也有很大的期望 第一个呢 是希望这六个坑呢 最好是不同时间段的 比如说有年代的不同 那么这可以解决 它很多这个系列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期望能够有更多的新的 气形出现 来看看它又有什么奇妙的地方 是否比一二号坑更加奇妙 第三个方面呢 还期待它有能够明确的 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文字 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 因为这个期待 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这个 八祖符号吧 大家占据都是叫它八祖符号 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次发现 有些这些符号能够破解 它是文字还是符号 这么一个问题 很期待这些 刚才陈老师说了作为考古人的这份期待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有什么期待 或者有什么问题 老师们好 在三星堆发掘中 有没有发现人的骨头或是墓葬之类的 在三星堆遗址当中我们发现有墓葬 这个墓葬呢 基本上是早期的 也就是说从新世纪时代的晚期 一直到夏朝 大概四千年左右的 发现有几十座墓葬 但这些墓葬呢 都是树心土核梦 它没有藏据 而且它的年龄呢 那个时候看来是不长久 我们发现成年人就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 小的几岁 到了四千年左右 到这个夏朝以后这个阶段呢 发现这个墓葬呢 它有随障品啊 有些玉器啊 有些陶器啊 但是呢就是说 因为这个土壤在成都很潮湿 很潮湿到这有机物 它很难保存 所以我们能够见到 那个保存一点完好 它能够辨认它 判别它 它是男的女的身高 那是很少的 不容易还是 这位同学提到这个 有没有排骨发现是吧 我就想到了这个什么呢 这个在一二号坑 除了我们说的青铜器 还有一种重要的器物 就是象牙 象牙它实际也是一种 骨质类的东西 我们看到坑里边的这个象牙 确实不少 太多了 很多 关键是在这儿 这些象牙我们看着都很完好吧 实际上破坏很严重 那么它的里边 我们就叫做骨质疏松吧 这个骨质疏松 它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这些象牙吧 大部分被火烧过 就是说它在入坑之前 被火烧过 对 被火烧了的 有些可以看见它那个烧糊了的 黑黑的 还有些你看发绿的 绿的那就是铜锈 这个锈石部分给它渗透进去了 当时在两个坑 一共是有70多个象牙 那么取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经过保存下来的 不多 它一脱水之后 就成了粉状了 因为它里边 我刚才说了 马死皮面光 就是表面的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的发掘技术就好了 就像打绷带一样 用石膏 纱布 给它一枚一枚地 缠好之后 再取起来 以后再恒温恒石地 进行国下来助力 但是有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铜锈石觉得 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象牙 三星堆遗址 一号坑和二号坑 共出土象牙70余枚 这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也有不同数量的象牙出土 如此众多的象牙 被同时发现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 非常罕见 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出土象牙的状态来看 这一批象牙 大部分都被火烧过 甚至有的象牙 一端或一侧 被火烧焦发黑 大部分叠压在 青铜器和玉石器上面 似乎在向后人 传达一种特殊的含义 那么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 从何而来 大象在古属文明中 又有着怎样神圣的寓意呢 实际上这是产象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刻教片 叫做五千年的黄河古象 五千年前黄河都有古象的 那么在成都平原 这么一块热带地区 它同样有象 四川的时候 史书里边 它也记载着 当地有西有象 有福有报 我们在一号坑里边 我们还可以看见 大象的九尺部分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还用了活象 来祭奠的 来祭祀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么多的象牙 这到底是当时祭祀用的呢 还是说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集散地 是专门做这个象牙生意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有这么多的象牙呢 因为这是一个 俗国的都城所在 那么它的这个宫殿 宗庙都在这地方 那么自然很多珍贵的物品 都要集聚在这 这个生意呢 估计不排除经济的发展嘛 这个也需要有些买卖贸易 对吧 但是呢 它主要还是用于 它的这个大典礼仪方面用的 那就是说 在当时的时候 人们认为这个象牙 就是一种很珍贵的 很珍贵的 对 那有没有用象牙 做成的什么器物呢 有啊 我们从二号坑 一号坑里边 那个时候就发现 我们发现很小的 那个小的碎片 上面刻有那个许多纹饰 但是我们这次在 新的坑里边 五号 就是坑里边 就发现了 大量的牙雕 完全是刻着很精美的 这个 估计将来 慢慢地拼队 可以把它拼一些器性出来 好 那太好了 我们将来就可以看到 它的真容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象牙器物 是吧 三地的这个发现呢 是在1929年春天 有一个文副 叫燕道成的 他带着他的儿子 在这个田里 准备挖一个水坑 在挖水坑的时候呢 那个铸头突然碰的一声 碰见了一个 硬硬的东西 然后他的这个儿子呢 叫燕青宝 就把那个土来刨开 刨开一看呢 有一个石板 敲开一看 里边有一坑浴石器 燕是呢 一看这东西不得了 是个好东西 就赶快让他的儿子 又把它盖回去了 盖回去之后 一直到了这个 深耕半叶的时候呢 燕道成呢 把他的一家老小 动员起来 拿着锄头 拿着箩筐 然后到地里边去了 就从那个坑里边 起出了三百多件的浴石器 那么这个三百多件浴石器呢 他就放在家里 一直隐藏了 一年以后 看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事 他才把这浴石器呢 一部分去送给当地的 驻军的一个套旅人 然后呢 一部分拿到了这个 成都市的这个古玩市场 去卖 就让很多古玩人 知道了他的来历 那么从此以后呢 这个三一堆的玉器 就出名了 到了1933年 华西大学 在教育厅 去领了这个罚局执照 那个时候就要罚局执照的 然后到1934年 进行了第一次的罚局 随后 由于抗战的这个爆发呢 三一堆的发掘和研究 就终止了 一直到了50年代 修宝城铁路 50年代修宝城铁路的时候呢 四川大学 四川省文部管理院会 四川省博物馆 这些单位呢 又对这个三一堆遗址 进行了几次这个调查 有的调查 发现了一些石器 发现了一些这个陶器 他们被判断的年代呢 有春秋的 有新世纪时代的 一直到了改革开放 1978年以后 开始办江镇企业 那么在三一堆呢 就办起了两座 这个砖瓦厂 大的龙窑的 还有十来座 这个烧砖瓦的小窑 就开始在三一堆遗址 开始挖土了 但是他们就挖出来了 很多这个陶片 还有石器 他们挖陶片呢 就当做瓦片 随便就扔到一边了 随后呢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我们都不断地 在这个地方发掘 在这个发掘期间呢 我们首次利用了航空器 为我们的遗址 进行拍散 咱们那个时候 没有无人系飞机 要打那个架子 要把全景照下来 那是太不容易 所以当时我在想 我们广海有一个民航学院 天天同事都飞着那个教练机 我就提出了这么个建议 给我们的馆长 能不能够用飞机拍照 把我们的这个遗址保留下来 找到民航学校的这个飞行员 这个教练员 到我们那个遗址一看 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的遗址 就是1250平方米 他一看了之后 他是那不行啊 我的飞机每秒都是150米 不到一秒我就飞过去了 你的照片我怎么拍啊 拍不了 好 拍不了怎么办 就说只是升机 只是飞机 他民航学员没有 就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就去请部队 找部队去 找到空军司令部之后呢 因为要吊飞机 那必须要通过中央的 他们愿意支持我们的这个考古事业 所以呢 答应给我们这个调动 然后就从成都的军区 给我们调了一架直升机 上了天空 我们第一次没有拍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一上了天以后啊 往下边一看 全是砖挖厂 因为在那个时候 那个砖挖厂特别的多 我们就分不出 谁是我们三星堆的 这个砖挖厂 后来这次拍摄 和这个飞行失败了 我们又请求第二次飞行 第二次飞行 我们就有了经验 我们就给那个大陈老师 我们说 你们在下边 看到飞机来以后 就在地面 点上两堆火 我们就找火中间的 那个砖挖厂 然后我们就拍下 就把那个移植 我们现在呢 看到那个航空照片 都是那一次留下的 也是在中国考古史上呢 第一次用飞行器 拍我们的这个 86年的发掘呢 我们是两次发掘 实际上80年的发掘 不仅是两个坑石砖 更重要的是 地层的春季的发掘 发现了260厘米厚的 这个文化层的堆积 这个文化层的堆积 我们一共分到16个地层单位 它中间没有断过 通过这次发掘的话 我们可以把三云堆移植的年代 从最早的年代 可以建立在5000年左右 最晚可以建立在2600年左右 就是从新时期时代晚期 移植到我们的春秋早期 这么一个年代 这就是说这部历史书 它是一个完整的 没有断掉 历史在三云堆是2000多年的历史 从没有见断过 所以我们由此就建立了 这个古书文化的时代的标词 就是说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这也和我们史书以记载 就是说书离下山中 这么一个 它是有的 是存在的 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 都认为这个古书 都是春秋以后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不然 它跟中原的文化 和中原的文明 是有关系的 也基本是同时的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发现 就是我们谈的 一二二坑 大家看到的这个青筒剂 我们两个坑的发现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上 明显的都有刻画的符号 对 是吧 咱们这样 陈老师 让他们猜一猜先 咱先让大家猜一猜 可以 特别是这张大一点的 看得清楚的 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我看这个是太阳在两座山之间升起 上边还有一道彩虹 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很像一个贝壳 然后中间一个点就是祭树的 祭树 真是 各种想象都有 要让我们问我的话 我觉得像一只眼睛 形状也有点像 中间还有一个瞳孔 陈老师 您怎么认为 我也觉得它像这眼睛 为什么 我们在后来 在我们这个三一堆基石坑里边 发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眼睛 崇拜太阳 崇拜光明 这个眼睛是古厨人的一个 重要的崇拜的偶像 您觉得这些刻画符号 它跟文字有关联吗 有关联 比如说这个眼睛 还有后边这些 包括那些不同形状的 后期的八属兵器 八属印章的组合 这个符号组合当中 都有发现 它不是偶然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延续性 都有发现 您认为它就跟文字有关联 至少咱们可以说 它用这种图来记事 它有文字的功能 像这样的刻画符号 您统计了吗 一共发现有多少 像这种八属的符号就多了 后来发展的 你看我们这儿的很多符号 和我们这个三一堆 二号坑里边 出土的很多器物 能够印证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边的符号 有昆虫 昆虫在这个挂室里边 有很多的 大家看见 那个印章里边 有只眼睛 咱们再看看 那个人头 记事跟出土的很多人头 有一个 大家看见一个熊吗 这个冰器上的 一个手掌 还有一朵花 在我们的青铜神处上 你都会看见它 这些符号里边 有龙 有鸟 有昆虫 有鱼 有天上的猩猩 有手 有人 还有龙 虎 反正就是说 动物的 植物的 天上的 大自然的 它有很多 你看多久性的这个器物 太阳轮型这个器物 二号坑的 还有印章的 我们就可以看见 那些是在青铜兵器上 它的那些组合 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单件 单件的组合成一起 就是一个记事的 一个说明的事情 这边我们看见 都是树的 植物的 但是你看它的不一样 它的组合 除了树之外 有的上面有太阳 有的下面有山痕 还有成这个三则型的 这说明它就是 表达的一种意识 只不过是现在我们 解读不了它 破语不了它 还没到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 大家可以都去 猜一想象 对 这些符号 是不是跟这棵青铜神树 您觉得有关联 很有关联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 咱们不要单看 它是一棵树 这个树上 咱们看见 有一条龙 龙它在符号里边 也有单粒的 也有左的一块的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树 它有多少个符号组成的 龙 手心 这个手掌 咱们的花 咱们的果实 还有这个鸟 还有下面这个山形的座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神树 也可以看作是 若干符号的组成 说明它可能这组树 还代表着某种 余意 要说什么 就像我们 祭祀坑里边出的 祭祀山那个章一样 上面有那个祭祀图案 它就是几幅图 表示它祭祀的事情 就这样的 看完刚才这些刻画符号 包括陈老师的这番解读 我想观众朋友 是不是你们 还有很多要跟陈老师交流的 我想请问您的问题就是 您刚才讲到 三星堆的这些文字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 哪一类型的这些器物方面呢 像我们刚才看到 这些一个个的这个符号 它经常会出现 咱们的这个青铜的兵器上 一个是箭 一个是隔 一个毛 我们说这些符号 它又不同的 只活在一块 有的是花鸟 有的是手 有的是动物 有的是斧 有的时候信心 还是三刻连在一块的 三连心的 这些都有的 所以它不一样 对这些刻画符号 您自己能不能给一个 您自己心里的结论 就是您认为 它就是刻画符号 还是它已经出现了文字 从我个人来讲 我当然是觉得 它应该是文字的先驱 实际上在史书里边 有这样一段话 记载说明当时的古书王国 它是有文字的 这段话是在 《华人国志》里边记载的 就是在有洲之士 县与秦巴 这个不得于春秋盟会 然后就是墨童书轨 这里边的墨童书轨 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书就是文字的意思 就是这个鼠 它的文字 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对 所以说墨童书轨 所以我们说 巴书图语 可能就是个文字 那么这句话 也可以组织一下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些符号 不同的组合 只不过是它后来 没有形成最终的机后 是因为它 被秦灭得太早了 在316年公元前 就被秦给灭掉了 还被遇到 秦统一中国的时候 就给它通话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于古蜀国的记载 在历史上是少之又少 而唐代诗人李白 在他的蜀道南当中 曾有这样的描述 残从及渔福 开国何茫然 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 我就想 这个李白生活在唐代 距离三星堆 应该说是在三星堆之后 两千多年了 是吧 那么他怎么能够 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在这个诗中提到的 这个蜡从渔福 到底是何许人也 李白他说这个事来 因为他是不了解 真正的蜀道 首先感慨是 一语其语 唯夫高哉 实际上 是秦龄很高 但是他在四川的大山里边 比起来 他不算高 李白他谈到的 禅宗 渔福 都是代表着一个王 这是史书里边 《黄元国》这里边记载的 就是关于古书王的世系 他有这么几个书 就是 禅宠 白贯 渔福 杜宇 开明 五个世系 但五个世系 这是史书记载的 根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 这五个世系 也可能它是属于 五个大的 不同的部落 不同时间的执政 它并不是 就是说你继承我继承 你可能就是 有相互的 这个治愈的作用 我们在成都平原 首先就发现了 加上三一堆古城 一共有九座古城子了 其他还有八座 那么八座城子 它肯定都有 都有王 都有王 对 对吧 对 那么在这一个时期 有点就像我们 春秋战国时期的 骑雄并历 那么第一个王 就是谁 蝉虫 而且写这个蝉虫 写的就是 它是纵目 对 那么纵目 当时它也不解纵目 是什么意思 所以开始我们理解 就是一个 对 眼睛立起来 对 我们今天看见了 这个眼球 从眼眶里边 撑出来 是六厘米长 像千里眼的望远近一来看见 这才叫做纵目 也让我们认识纵目的 它的真容 我们说了这个李白这首诗提到了 蝉虫鱼幅 蝉虫呢 是第一代蜀王 对 那么鱼幅呢 你看这个金帐上这些文士 是不是它跟这个鱼幅也有关系呢 应该是密切关系 幅是一个鸟 底下一个脊子 就是一种水鸟 你看下面这个头像 叫着的 戴着王冠的 它就是一个王者的形象 所以为什么和鱼幅王 有密切的关系呢 我就想这个图腾符号也罢 象形也罢 都可以被解说就是鱼幅王 这么一个意思 既然可以把它看作是鱼幅王 三个字的话 那么可以认为 就是这枚这个金帐啊 就是鱼幅王当年使用过的 我们知道1986年 三星堆12号祭祠坑的发现呢 可以说证实了古蜀国的存在 陈老师 整个这个三星堆遗址 现在看起来 它的占地面积啊 大概有多大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勘探 这个三星堆遗址 现在的面积有12平方公里 12平方公里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祠坑发现以后 考古人员一直有个疑问 创造出高度发达青铜文明的古蜀国 到底有没有王城 经过不懈努力 1990年至1995年 考古人员相继发现 并确认了东城墙 南城墙和西城墙 直到2015年 在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土台 又找到了北城墙 至此 三星堆古城的轮廓逐渐勾勒出来 古城内有两座小城 由月亮湾城墙组成的月亮湾小城 和苍包包城墙围城的苍包包小城 根据考古发现 古城分为宫殿区 居住区 祭祀区 以及城外的雾丧区 考古学家还发现 古城不仅有着明显的功能分区规划 全城还遍布着完整的水系规划 这是西城墙的水门 这是东城墙的水门 是连接城外和城内的水系的通道 城的北面是鸭子河 作为天然屏障 城的中间是马木河 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块 除此以外 还有一道沟和城墙 把它分成东西两块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田字阁 南北两个城区 东西两个次城区 也就是说 在建城的时候 古人就借助自然水系 和人工辅助水的系统 形成一个独特超前的城市布局 可以看出古蜀国的发展 已出具规模 那就是这个12平方公里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整个的 遗址的范围 那么古蜀国的都城在哪 这个有所发现吗 这个大案就在三云堆 你看我们现在发现的 东南西北这个城墙 都已经找到了 这个城市的范围 现在有3.6平方公里 这就是它的都城的所在地 那么这里边我们还发现了 它的这个祭祀场地 它的宫殿机制都在这里边 那我们说的这8个祭祀坑 是不是也在这个位置 就在祭祀区里 就在祭祀区 而且是在这个城市的宗主线上 听了您的这番讲述 我们大家起码都清楚了 就是强大的古蜀王国 如此的发达 如此的辉煌 但是如此强大的青铜王国 后来突然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去了哪里呢 这个古蜀人 到底又经历了什么呢 陈老师 这就是个谜团呢 怎么突然就没了 实际上这个谜团呢 可以说是谜团 也可以说 不是谜团 根据考古发局 三星堆移植祭祀坑里的大多数器物 都经过人为破坏 例如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 均沾有火烧过的骨渣 大多数器物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同容器全部被火烧残 为什么三星堆人 要如此对待这些神圣的礼器 根据考古学家推测 古蜀王国的消失是很突然的 是在非正常情况下 那么古蜀王国的银河消亡 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在开始讲到这么这个 三星堆移植的时候 这个古蜀王国 在这个三星堆移植的里边 它是延续了两千年以上 对吧 也就是从新史习世来 算到春秋早期 有两千 六百年的时间 同期这个时代 突然显得也很繁荣 奇奇怪怪的 把雄伟高大的这些青铜器 产生出来了 挺奇怪的 突然冒出来了 它从哪儿出来 咱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在这个里边 在这之前我们确实 也没有发现 有多少这个青铜器 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的 桃树的艺术品 比如说猪 虎 包括老鼠 羊 马 这个猫头鹰 这些梨树的作品 实际上它为这个青铜的 铸造雕塑 打下了这个基础 那么到了 商代就是七十坑 埋下以后 这些东西就消失了 不知去哪儿了 没有了 那么 鼠的最后的灭亡 是在什么时候呢 其实一直想灭八鼠 灭不了 我也要打下这个鼠 怎么办 刚才我们说到里边 说这个鼠到来 你要秦军要进入鼠 确实就有个道路困难的时候 那么这个道路呢 怎么办 要扩充 要军队要够 然后秦王呢 就说要给鼠王送牛 牛是干什么 可以拉筋子的 给鼠王说 怎么可以送过来 县城堡那么难走 我要把这个 那鼠王就说 我派人修呗 我来修物呗 所以鼠王就派了 鼠中的武丁 立士 大立士 就去逢山开路 架桥 然后就把这个牛 给迎进来了 迎进来路也救好了 这个迎进来之后呢 这个鼠王呢 一看 头两天 纳了金子 后头没了 所以 这个鼠王呢 就感到受骗了 就说把牛给秦王还回去 就嘲笑秦王 就说秦人莫都尔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是个放牛丸 放牛丸 你拿这个来欺骗我 情况是不管他 你把路救好了 秦军就沿着那个道 就进来把鼠给灭了 所以说那条道 现在叫做金牛道 就在公元前316年 秦军把鼠给灭掉了 您说的这段故事确实 对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 所以说鼠 它的延续下来 这个在文献当中 对这段有这样的记载 是吧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陈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讲述和解读 谢谢陈老师 同时我们也感谢 来到现场的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三星堆文明 给我们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尤其是数量巨大 造型奇特的那些青铜器 完全不同于任何一支华夏文明 此外 三星堆显有文字记载 也让其神秘的色彩 更加浓重 那么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 究竟从何而来 又为何消失 三星堆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我们相信 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 一定会有一个 无比惊艳的历史真相 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